那個邏輯裡面的IF 或者是最近使用過也有IF 那IF我想用的還蠻普遍的 可是有ABCD的話 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將來遇到那種多重判斷的話 記得就是說 在IF裡面還要再加IF IF裡面還要再加IF 所以這裡的話呢 如果有四個選項 就會有三個邏輯 三個邏輯要怎麼加 我的平均成績如果大於 先從上面開始 大於等於80分的話 假設大於等於80分 那我就是什麼呢 就是A 特別 True的話是輸出 你輸出A 你移開它會自動幫你加前後雙一號 因為True裡面要輸出的是文字 不過它也很聰明 所以我就打個A 因為前後雙一號自己加 有些懶惰的話 它會自己幫你加 但是有一些函數不會自己幫你加 你可能要小心 好那FORCE的話可能就是有三個 BCD 那BCD三個怎麼放呢 你不可能打三個吧 所以請你在什麼呢 IF裡面呢 再加IF 特別注意啊 IF裡面怎麼再加IF 第一次請你用這裡 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以後的話呢 請你用後面的 反正一直串一直串就對了 那使用方法我教會是 第一個 放在FORCE這個格子裡面 點這邊一下 IF 你會發現 它會再幫你把剛剛的IF 加在那個格子裡面 那第二個邏輯是什麼呢 這個如果大於等於70分的話 那就是B OK 那再來還有C跟D 有不要再放進來 再點一下前面 再點IF 它又會怎麼樣 幫你把IF放到裡面了 好所以再一次 大於等於60的話 那就是C 剩下來的話呢 就是D了 剩下就D了 OK好按確定 下下填滿 完成